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铭 那我继续给大家分享我对电影创作艺术的一些感想 上次我们说到喜剧分类中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类 这就是戏仿类喜剧 它的开山鼻祖是卓威林齐鸣的《鸡顿》 对于戏仿喜剧来说 有些人认为戏仿喜剧的创作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这种想法的根源是因为戏仿喜剧 它是模仿经典的表演 或者是经典的桥段 或者是大家所熟知的经典故事 也就是说你这个电影的故事架构和故事情节 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创作完成了 你只需要去模仿并且夸大的进行表演 就能够达到初步的喜剧效果 其实戏仿创作不仅仅是对喜剧相对容易 对于其他种类的电影也很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电影界粗枝烂造的烂片之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戏仿的作品 但与此同时 戏仿类的喜剧作品 要想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可 获得真正的艺术价值 它反而很难 其原因也和之前 它比较容易创作是一样的 因为它有相当部分的创作 已经用它模仿的对象完成了 所以对于戏仿类喜剧作品的创作者来说 它的创作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束缚 你得在创作的过程中如何让自己的差异性 自己的独特性得到极致的展示 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和难题 那美国电影界呢 有两位戏仿类喜剧的大师 头一位呢是莱斯里·尼尔森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呢并不熟悉 但是如果说到他所拍摄的戏仿类喜剧系列 白头神探 那么有人呢也称之为裸腔 在这个喜剧系列里莱斯里·尼尔森就做到了 尽管这是戏仿喜剧 但是观众呢在看完他的喜剧作品之后 脑子里浮现的还是他独有的一剧表演 也就是说观众笑的时候 虽然心里也知道这是模仿的桥段 但是笑的原因是因为莱斯里·尼尔森的再创作 那么另外一位美国的戏仿喜剧大师呢 就是麦克·约翰·梅尔斯 他的代表戏仿的喜剧作品 就是王牌大间谍 王牌大间谍系列呢 他很明显的是模仿了那些经典的特工动作电影 那麦尔斯呢 也是通过自己独特的喜剧设计 把这种模仿打上了深深的他独有的烙印 这也就让王牌大间谍成为了他自己的金字招牌 所以呢我要插上一句 麦克·麦尔斯他是出身于美国著名的舞台类喜剧节目 周六夜线场 可以说从这个周六夜线场诞生出了一大批美国电影界的喜剧大师 这个节目之所以非常成功呢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节目呢 从来不会限制那些未来喜剧大师天马行空一般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 正是通过这个节目的锻炼 就让很多后来成名的喜剧演员 在这个节目里能够明确自己的喜剧风格和喜剧创作方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周六夜线场所走出来的这些喜剧大师 他每个人的喜剧风格都是颇为独特的 很快我在讲到原来喜剧的时候 我会讲到另外一位 从周六夜线场走出来的 美国电影界的喜剧大师 罗宾·麦尔斯 关于周六夜现场这个孕育喜剧大师的摇篮 我这里还多说一句 周六夜现场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敢于对美国任何的焦点人物进行喜剧创作 它既可以包括像马斯克 乔普斯 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 也可以包括上至美国总统的重量级的政坛人物 而美国社会呢 也对他的这种喜剧创作 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心和自由度 这也是为什么从周六夜现场 走出来的那些喜剧大师 能够顺利的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电影是一种艺术创作 而艺术创作就意味着 要把个人的独立性 个人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 那么个人在追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他所受到的束缚和限制越小 那么他所能够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 这里呢 我就要多说两句 关于中国的喜剧创作 所以中国呢 也有不少的喜剧人 他想走 像美国周六夜现场 这样的方式 来促进中国的喜剧创作 那比较典型和类似的例子呢 就是开心麻花 我们可以看到开心麻花 实际上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它也是提供一个 集体创作的喜剧平台 它让一些喜剧人才 在这个平台里得到初始的锻炼 形成各自明确的喜剧风格 当他们的风格成熟之后呢 就可以成为中国喜剧界 独当一面的喜剧创作者 从近些年中国喜剧界的创作来看 开心麻花的这种模式 还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开心麻花的瓶颈 也是非常明显的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即使在喜剧电影开创之初 美国三位喜剧大师 他们所设计的领域也各不相同 所以像开心麻花这样的喜剧平台 它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创作空间 但很明显呢 现在开心麻花所创作出来的喜剧作品 它是一个在受限范围之内的创作 无论是沈腾玛丽的喜剧 而后来艾伦的喜剧 未想的喜剧 实际上都是有相同的侧重 当然在博取观众笑声这方面 效果还是依然不错的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说 开心麻花的发展是明显受限的 而这种限制呢 就让开心麻花很难达到 美国周六夜限场这样的高度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事情 因为可以看到 开心麻花的那些主创人员 他们是有那个雄心壮志 也是有那个能力和天赋 能够做到那样的高度 但是艺术创作永远是受环境所限 追求个人极致表现的艺术创作 在现代社会 它只能服从于环境 因为环境背后的集体化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 因为总体趋势 只能是艺术创作被动的接受环境 而越来越难的摆脱环境 什么时候开心麻花 能够在驴得水的道路上 继续的进行探索 那么我相信 开心麻花的将来 将会是不可限量 那么从周六夜现场 说到开心麻花 这说的有点远 我们再收回来 继续说戏访类的喜剧 实际上呢 在我们华人影坛 戏访类喜剧的佳作 也有不少 不过同样是戏访 对于华人电影圈来说 如果像西方电影界那样 只是去模仿 电影或者戏剧的话 那么华人电影圈 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华人电影的发展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是落后于西方的 所以要想做 戏访创作 单纯以电影 作为模仿的对象 这就会限制喜剧的创作 所以华人电影圈的 戏访喜剧创作 就另辟蹊定 它不仅仅是模仿 已有的经典电影 同时呢 它也会去模仿和夸大 快制人口的温学作品 来达到喜剧的效果 那么华人电影圈 戏访喜剧内 有了惊人创作成果的地区 就是上个世纪末 极为繁荣的香港电影界 可以说那段时期 香港戏访喜剧的创作 已经开创了一个巅峰 那么这里的领军人物呢 当然就是周星驰 周星驰所拍摄的经典喜剧 国产007 大年密台00发 这很明显 是戏访经典的特工电影 007 而陆顶记和神龙教 实际上是夸大模仿创作了 当时风靡一时的金庸的武侠作品 陆顶记 周星驰呢 可以说是喜剧创作的奇才 他的喜剧作品呢 几乎涉及喜剧创作的各个流派和领域 那么像他最后担任主演的喜剧电影《功夫》 里面就涉及到了原喜剧 动作喜剧和戏房喜剧 这也代表了周星驰在喜剧创作中 不断追求他本人极致的那种探索 就周星驰呢 我再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所有被称之为家的名人 他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 做到了个人的极致 达成了其他人所达不到的成就 这才因此而被人称之为某某家 成为名人 他被称之为某某家的根本原因 是他做到极致的那种个人独特性 而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玩人 所以呢 我们对被称之为某某家的这些名人进行评价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谈及他的各个方面 也可以揭露甚至指责他的一些缺点 但是呢 因为都无法改变 他在追求个人极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就要有一种舆论呢 老是想让艺术创作 对观众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国家负责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 艺术创作它有很多的分类 很多的方向 除非艺术家 他把他的艺术创作方向 选择为与观众或者是社会国家 做最极致的结合 那么为了这个极致性 当然就意味着 他必须照顾到观众 照顾到社会 照顾到国家 但如果他的创作方向 并不是要求在与观众的结合 与社会国家的结合追求极致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必要 为观众 为社会 担负巨大的责任 最明显的例子 就像樊高 他在创作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想并没有过多的考虑 对社会的影响 对观看者的影响 他只在意他所追求的艺术极致 那么他对观看者和社会的不在意 并不影响到他作品的极高的艺术价值 因为他在自己的创作方向上 走到了极致的位置 这才使他的作品成为了传世的无价之宝 因此呢 我们在评价蒙我家的时候 不要把对他个人各方面的评价 和他追求个人极致的评价混为一谈 而且呢 所有这些追求个人极致的蒙我家 正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独特性的极致 所以他们经常会对自身的各个方面 都有独立自主的认知和坚持 其中有对也有错 那么这些不应该影响 对他成就的评价 那我就周英驰呢 多说了这么两句 关于周英驰呢 因为他是华人电影圈的喜剧大师 所以关于他的介绍也有很多 这里呢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真正关于戏访类喜剧值得说的 是当时香港电影 除了周英驰之外 还有现出了大批的戏访类的喜剧佳作 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说其中几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我提到的第一部呢 是1993年的香港喜剧电影 这部电影呢 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但实际上它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戏访类喜剧 这部电影的名字呢 叫做《水浒孝传》 导演是高志森 主演是许冠英 许冠杰 毛顺军 吴梦达 沈殿侠 王瞻 黄满明等人 这部电影的编剧呢 就是后来通过时辰 为人所知的古德昭 这部喜剧电影 是以《水浒传》中 关于武松的故事 作为基本的架构 它保持了武松 武大郎 新门庆 潘金莲的基本人物关系 同时呢 它也保留了 新门庆和潘金莲 何往要害死武大郎的情景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情景上 它进行了非常出彩的改编 它把西奔庆 变成了受害者 把武大郎和潘金莲 改变成了想下套 坑西奔庆钱财的骗人夫妻 而武松呢 则成为了一个 爱耍酒疯的愣头青 那么西奔庆呢 则是一个傻乎乎的 很容易上当受骗的爆发户 这种改编呢 让大家一听 就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那么当然 许冠英所演的新门庆 许冠杰演的武松 毛顺军演的潘金莲 木拿演的武大郎 也通过他们精湛的演技 把编剧所要展现的喜剧效果 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就让这部电影呢 成为了对古典名著 进行喜剧再创作的经典作品 实际上在拍摄 《水谷笑传》 1993年的前一年 1992年 香港还诞生了一部 经典的戏访类的喜剧 那部电影的编剧 同样是古德招 那么导演呢 是李立池 监制是后来拍《水谷笑传》的高热森 李立池实际上是 香港喜剧表演中 数一数二的人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周恩驰经典的喜剧作品 都是由李立池来指导 那么1992年的时候呢 李立池就导演了 另外一部戏访类的经典喜剧 名字叫做《黄飞红笑传》 出演黄飞红的是谭永林 出演大反派的是梁家辉 另外还有任达华 曾志伟 吴梦达 所以这里我们不得不说 吴梦达 他真是香港喜剧界 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的喜剧表演 为香港很多经典的喜剧作品 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仅仅是和周恩驰合作 那么黄飞红呢 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而黄飞红笑传 正是利用了这个经典的电影形象 来进行喜剧创作 从而达到极强的喜剧效果 那么按照原来黄飞红的形象 这是一个一身正气的武林高手 但在黄飞红笑传里 黄飞红变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少年 只不过因为继承了宝志林 才成为了一众徒弟的师傅 那么由以前黄飞红电影里 黄飞红逼着自己的徒弟练功 变成了在这部笑传里 是徒弟们逼着师傅黄飞红学武 那么黄飞红呢 还不以为然 不愿意学 直到大反派出现 这才临阵魔枪 仓促上阵 这一系列的翻转 自然就把喜剧效果做足 让观众看的时候 捧服大笑 因为这部黄飞红笑传 在1992年获得了巨大成功 后来呢 还拍了它的续集 那么导演李力池呢 通过黄飞红笑传 也积累了这种 改变经典作品的经验 所以呢 在1993年 他又拍了 黄飞红笑传二 唐伯虎点秋香 广东无虎之 铁拳无敌 孙中山 以及1994年 拍了国产007 而这些作品呢 都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 改变经典喜剧的佳作 1993年 这可以说是香港 戏访类喜剧的巅峰之年 在这一年呢 除了李力池有多部作品 那么另外两位 香港著名的喜剧导演 王晶和刘振伟 也各有一部 巅峰级的 继访类的喜剧作品上映 而这两部作品呢 也堪称是 香港喜剧电影史上的 难以超越的巅峰 那么到底是哪两部作品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